美国之音报道 2015年12月 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竹坡大学名誉教授远藤玉出版了 《毛泽东与日军共盟的男人》一书 该书指出 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 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 毛泽东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 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 远藤玉的重要证据是日本侵华期间 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 严谨公馆的主人严谨因依的回忆录 回响的上海 根据严谨记录 抗战期间 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 袁书 潘汉联等与日本特务机构 严谨公馆 河媒机关等接触 务求血弱抗日的国军 并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 远藤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认为 勾结日军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决定 然后由极少数间谍来实施的 这个行为并不是中共当时的集体决定 中共其他高层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他还认为中共建政后 中共隐蔽战线最出色的特工潘汉联 以及其他中共谍报人员的被捕 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 1955年 潘汉联被秘密逮捕 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 逮捕潘汉联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 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 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 他写道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 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 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 长期保存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 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据阿波罗网报道 抗战时期 中共绝大部分将领都不在抗日战场 均在延安学习 整风和准备党的七大 40年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回延安 42年3月120师师长贺龙回延安 43年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129师师长刘伯承回延安 45年8月抗战即将结束 中共21名主要将领乘坐美军运输机 急速赶往前方 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表示 松户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 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 两军对垒 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 我请问远离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陕北红军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 一万三千赶枪 两万人马 三个县的资源 能够领导得了松户会战这样一场百万人的决战吗 网友涛生依然为不说 地下党员张树时在我在四川是怎样进行统战工作的 一文中承认 1936年8月24日 成都人民打死日本记者渡边光三郎 身穿惊恶的大川饭店事件 就是张树时策划的 为什么要杀日本记者 因为当年延安非常危急 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爆发的越早 对延安越有利 不料日本政府对两个记者的死紧紧提了抗议 网友迷魂汤说 1946年3月4日 延安、毛泽东携夫人将亲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毛对马士大罐鸣魂汤 禁使其确信 中共非苏共 中共追求美国之自由民主 马士返回后 对国府处处节制 甚至向蒋介石提议 以全副美械装备实施之共军 网友无视小神仙说 抗战时期 中共绝大部分将领都不在抗日战场 军在延安学习、整风和准备党的七大 40年129市副师长徐向前回延安 42年3月120师师长贺龙回延安 43年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129市师长刘伯承回延安 45年8月抗战即将结束 中共21名主要将领乘坐美军运输机 急速赶往前方